本期话题下面长蘑菇是什么病 孙小光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这个万因长得像小蘑菇一样的东西 这个呢不知道是不是乳头一样瘤啊 或者是尖锐石油啊 那么我建议这位女性朋友啊 如果真的长了这个样东西 当然我也不知道她的大小长了多久了 那么我建议你到医院里 首先要做一个宫颈癌筛查 就是TCT和HPV 然后呢医生呢他会用眼睛看 他会见呢这个就是做出大概的判断 是不是尖锐石油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有没有带颜色比如黑的颜色等等 然后呢医生呢给予你一个恰当的建议 或者是把它去除掉 如果它颜色是发黑的那种啊 还不能说是用激光电烧去去掉它 可能还要扩大的切除等等哈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必须眼见为实 建议呢这位网友朋友们呢到医院里去 让这个专科的大夫看 可以找挂妇科也可以挂皮肤科 来确定一下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谢谢大家